太沉了 走到半道打算歇一会儿 可这时候却发现少了个银 撒满了一圈 才发现这哥们跑蛋底下去了 那家伙给压的 差点都没嘎过去 这公子是球长带着一群 肥溜子刚好路过 原来他们呢 也盯上了这个臭鸡蛋 那不硬不实的 我凭啥给你啊 W0的小伙伴们 就是一顿秦王绕住 可没找肥溜子人太多了呀 到了还是被他们给抢过去 可他们刚抢到手 就被路过的大鸟发现了 好啊 今个的晚餐 就是吃肥溜子炒鸡蛋了 那扑通的大翅膀子 咔咔就干过去了 来到一处悬崖边 眼看着大鸟就要扑上来 肥溜子脚下一滑 赶 鸡蛋直接掉进了 悬崖底下的火山口 好嘛 直接就成了一个上古荷包蛋 肥溜子眼瞅着美食 吃不到嘴 那是急得直瞪眼 然而却被赶来的 W0捡了个喽 拿起蛋清这么一走 就是这个味儿 于是人类史上的 第一个荷包蛋就诞生了 吃饱喝足后 林俩他们还一人带了一块 要说这群老哥 为啥对食物这么执着呢 他们已经连续 饿了三天三夜了 那饿得就差啃脚子的盖了 本想着吃个芒果 垫巴一口 没想到被人食音花还盯上来 非要给他们一个大啵啵 先是抓这蜥蜴吧 还没等抓呢 就感觉背后嗖嗖毛粮风啊 一回头 嘎 你就说他干不尴尬吧 小蜥蜴没吃饶吧 自己还被大蜥蜴当成午餐又了 W联盟找酋长帮忙啊 没想到酋长看见这么大蜥蜴也蔫了 一会儿匪溜的腾腾全撩素上去了 就这点活呢 还能难倒我蜥蜴大哥吗 抬起爪子轻轻一推 杆 到了一个倒霉的匪溜的 直接成了蜥蜴哥的午餐又 老溜的顶着三天多度的老花眼正在溜达 实在瞅不清道 只能拿倒门棍四处捅过 突然他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 杆 此时老溜的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其实什么玩意儿这么他妈软和 于是直接上手就开始摸 干 这一拐棍蕴含了八十年的功力 给龙溜的疼的是撒腿就溜 跑到路口呢这才反过来 我去没吸口笼啊 有啥怕个老头呢 随后霸气回头 直接就跟W对上了眼 全因过眼神 你啥就是我要吃的人 那给W他们吓得是挠挠猛撩啊 龙溜子呢就改后头咔咔猛追 一边追呢一边还舔着舌头 红烧呢还是清真呢 眼看着就要追上了 W连忙拔起小树 打算来个临死访铺 没想到龙溜子撩太快 没杀住啥 干 扎心了老哥 W也懵了呀 这是你自己撞的 变向鹅岸啊 随后龙溜子一拳一拐的 就撩了 W自己哥反倒摔了个七荤八素 就这样继而成功脚底抹油 第二天一早 老溜子本想栽点西瓜 没想到又给人西哥撞了个正联 看来西哥也喜欢当吃瓜群众 然而下一秒 西哥就跟老溜子的孙女大李威威 对上眼了 那给他吓得是连忙求救啊 W为了保护同伴 抄起西瓜就砸了过去 干 不扁不振 正好卡西鼻子上了 还直接给人家干成了斗鸡眼 那是瞅啥 啥瞅眼 就这样西哥终于跑路了 W呢也成了部落的英雄 这点天然突然下起了大雨 一心而为了避雨呢 只能钻进速度 这时一道闪电打来 咔嚓一下就击中了大树 掉落的树干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W他们围了过去 一去原始人老是没见过 这是什么玩意 把手伸过去呢 嗯还挺暖和 W糊了八机 直接把手就扎进了火堆 于是人类第一团火就诞生了 部落呢也因此正式进入了 吃热物饭的时代 这回事之前那只龙溜子 居然回来报仇了 纵人是慌忙逃窜 但W呢已经有了对付野兽的武器 只见他站在火堆旁 大声呼喊引起龙溜子的注意 对方一瞅 这不是上次扎我心的老哥吗 哪里傻子就干了挂起 结果不小心一脚 干到了火堆上 龙溜子还没反应过来 抽了抽鼻子 什么玩意这么香啊 到了才发现自己脚丫子让人烤了 那疼的他是挠挠直叫 最后卖个六心不认的步伐 一拳一拐的又离开了 一群原始人来到冰洞寻找同伴 突然发现雪地上有个80码的大脚印 看这鞋码呢 对方肯定不是一般泡子 W直接分给美人一把树岔子防身 还都给他们点起了火 果然在这里 他们发现了一只被冰洞的怪兽 旁边呢还冰洞着他们的同伴 W直接把他们救了出来 没想到由于冰面松动 旁边的怪兽也破冰而出了 说啥也要给他们几个大逼头 得亏着冰面打滑 怪兽摔了个大